花莲施工所和经济部标准检验局 8月开办反贪腐连政宣导之后 9月再办第二场 邀请台湾花莲地方法院的庭长黄洪达 主讲图立和辩民 透过判断区别以及案例的分析 让与会的人了解到法律的规定 而在今年7月三读通过的 国民法官法、新法和国民参审制 也做了详细的说明 期盼让与会的人员认识这项 司法改革的审判制度 花莲施工所与经济部标准检验局 经8月开办反贪腐连政宣导后 9月在标检局花莲分局举办第二场 邀请台湾花莲地方法院庭长黄洪达主讲 图立与辩民 透过判断区别及案例分析的说明 让与会人员了解法律的规定 而在今年7月三读通过的 国民法官法、新法及国民参审制 也做了详细说明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不断的训练课程 让所有的公职人员 能够在自己工作岗位上 严守自己的本分 那也可以厘清什么是辩民 跟图立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那再来就是国民法官的参与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今年7月份开始 立法院三读通过 那未来也要在2023年 开始全面实施国民法官 那也让所有的人民有机会来参加 所有的审议制度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子 的一个训练课程 让所有同仁都能够参与 跟知道这样的一个状况 未来会持续的办理相关的课程 让所有同仁能够持续经济 也能够在法规跟法治上面 都能够了解相关的一个方式 也避免掉处罚的一个行为 国民法官法将在2023年上路 只要年满23岁且在地方法院管辖区域内 居住4个月以上的中华民国国民 都有被选认为国民法官 被为国民法官的资格 未来部分民众也一起坐上法台 参与刑事审判 魏佳行表示 也喜欢借此讲座 提升员工对廉政的认知 帮助公务人员在执行职务时 避免处罚 记者奖帮演华联士报导